迎马志祥向科匹下站贴。 拍影片参选台北市长。 市长夫人的秘密马志祥竞选影片。 影片威视,2018401。 导演兼演员的马志祥,竟有一支竞选影片曝光,片中他向现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下站贴,并于造势晚会上宣布,我是一位演员,也是一位导演。 每个位置坐得不一定顶尖但绝对问心无愧。 身为电影圈身高最高的导演,我有信心带领台北市迈向更高的幸福。 虽说是为了电影市长夫人的秘密宣传而拍摄,但影片仪式出,还是让许多网友纷纷开玩笑留言。 虽然这市长,我可以,真的有这么帅的市长就好了。 本片也是马志祥首度挑战演出市长角色,被问起影响最深刻的戏。 他竟笑说,有一场戏是声势非常浩大的造势晚会,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在舞台上被放这么大,原来当候选人是这种感觉。 对于演出一位市长,马志祥提到最困难的地方,记台词是最难的,因为市长会讲出很多政治术语,我花非常多时间在背。 最终他演活了本土市长的形象,导演连一齐则透露,马志祥演出的市长杨俊称,其实是台湾历年来三位台北市市长的化身,至于是哪三位市长,观众可以进戏院照出答案。 国片市长夫人的秘密,以幽默手法嘲讽台湾时事,并将电影背景设定于台北市市长大选之时,还找来马志祥演出台北市市长一角。 在片中,马志祥饰演医生出身的市长参选人杨俊称,鞠躬尽瘁的他总是尽心尽力地投入选民服务,却也因此造成陈乔恩饰演的市长夫人秘密败誉。